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就乌克兰问题表示 中国应该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 中方有义务敦促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 他还称中俄关系发展方向令人担忧 中俄联合声明表明 中国试图利用对俄罗斯的影响 来达成两国创造世界秩序的目的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 我注意到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有关的表态 我想首先关于如何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方恐怕没有资格来告诉中方怎么做 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 中国人民有着特别真实而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过八国联军和外国的殖民侵略 有着对于丧权辱国的刻骨铭心的悲惨记忆 就在并不遥远的二十多年前 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北约轰炸 造成了三名中国记者牺牲多人受伤 北约至今还欠着中国人民的血债 而就在今天 我们依然面临美国伙同几个所谓的盟友 在涉江涉港涉台等问题上 肆意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的现实威胁 中国也还是唯一一个还没有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正因为如此 中国一贯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终止原则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而美国建国不到250年的时间里 只有不到20年没有对外发动军事行动 而军事干预的名誉 有时是民主 有时是人权 有时索性就用一小瓶洗粉 有时甚至就是编一个假消息 这样的国家 对于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 肯定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对此国际受贿看得也是十分的清楚 至于美方暗示俄罗斯有中国背后支持才行动 相信俄方听了会很不高兴 听到这种说法 俄罗斯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是独立自主的大国 俄方完全基于自身的判断 和他们国家的利益 独立自主的自定 并且实施自己的外交和战略 我还必须要强调指出 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 同美方以意识形态划线 拉帮接火 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 制造对抗和分裂 有着根本和质的不同 对于那种非有寄敌的冷战思维 和拼凑所谓的同盟和小圈子的做法 中方不感兴趣 也无意效仿 至于中俄联合声明 我们想建议美方再仔细地认真地阅读一下 中俄加强战略沟通协调 坚定地维护联合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协调作用的国际体系 坚定维护包括联合国宪章终止和原则 在内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恰恰是负责任的表现 是维护国际战略安全与稳定的积极的因素 是维护国际